穿上标准的涂装的俄军124781278MD90A 最近一段时间,来自俄罗斯,欧洲关于空中加油机的几则新闻十分流序, 以细细节可以说是勾勒出了月20加油型号的未来。 俄罗斯方面,新一代12478加油机,已经用600升环保油漆完成了标准涂装, 即将在8月展开测试,预计年底完成测试。 而俄军一年从头到尾,在海空军的疯狂加油旋令依然在继续。 上周俄军1278米加油机在卫尔海区航空兵苏30SM苏24米飞机进行时, 车控让记者在飞机的二两个特殊机位拍了一组角度特别的照片,美感十足。 1278领航原舱拍摄到的苏30SM上吐,这个角度平时很难拍的, 下图了1276家族的领航原舱内景。 第一个位置是1278米的领航原舱,也就是1276家族那个经典的玻璃下巴。 随着导航技术的发展,这个舱是其实拿掉也无所谓。 A50领舰机就是这样的,可除A50领舰机外,俄罗斯即便在最新的124716478日书机加油机上, 依然保留了这个玻璃下巴,可见俄罗斯对一些老东西固执的坚持。 但无论如何,这个舱是用来拍照是很不错的,而且是准独家。 第二个位置是1278米机尾的加油控制舱。 我们知道本世纪前的空中加油机打,都是在飞机尾部,设置一个舱室,通过牧师为飞机进行空中加油。 由于这个位置视野开阔,自然也成了航拍胜地。 极其重视宣传的美军,每年都会向外界贡献无数的经美军机航拍图片。 其中相当部分就是从这个机尾拍的,相比之下,1278米,包括我国的红油腹肉,因为控制舱几乎在机尾最尾部。 可派用三面彩光设计,拍起照片来角度自然是更好。 加油控制舱是脚拍摄到的苏30SM上图,下图可以看到三面彩光的控制舱内景。 值得注意的是,随着技术的进步,我国正在研发的苏20加油机,上架不会出现这两个拍照机位。 那个领航人舱自然不用说了,从公开的画面来看,苏20的加油型号已跟上国际潮流,将采用各舒适的舱内电子化操作替代直接默示操作。 以此试验中的运儿时电子化加油小控界面,电子化加油方面,空客公司的A330MRTT虽不是首先采用,但开冲标杆,A330MRTT配备有先进的加收油控制台,以及一套监视加油的。 该主要包含两个可旋转的高分辨率,把摄像头以及位于机身尾部下方的一个监视盒,乃至五组摄像机。 整个视觉增强系统,很好的改制飞机,后方180范围内的情况。 通过控制台系组人员,则可以轻松掌控整个加油过程。 此外,由于采用电子操控,以及电动执行器,机组人员在执行加油任务,尤其是在进行硬式空中加油任务的时候,工作量大大减轻。 A330MRTT不设算头特写,目前,美国的KC46A,俄罗斯的E2478,都采用了类似A330MRTT的电子加油系统,此类系统的出现。 当然也就意味传统拍摄机位的消失。 有意思的是,新加坡空军在即将获得A330MRTT式,还来了个像经典告别的仪式,组织记者到KC1352进行一次好拍活动。 A330MRTT自动加油的显控界面特写,这种的新加油方式的技术仍在不断进步。 本周,A330MRTT的电子加油系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。 一架A330MRTT首次全自动的稳定一架A330MRTT进行空中加油,运20的加油型号,有后发优势。 所有的这些新趋势,或许到他服役之时,都将水到渠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